《两岸新新闻》 今天有哪些重点消息要关注 一起先来了解 今天上午第十届海峡论坛大会 在厦门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出席论坛大会并致辞 汪洋在致辞中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向第十届论坛的举办 表示热烈祝贺 向与会嘉宾 特别是台湾相亲 表示诚挚欢迎和亲切问候 汪洋指出海峡论坛是深受 两岸各界同胞认可的百姓论坛 为两岸同胞大聚会 亲情大融合搭建了宽广平台 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汪洋指出 两岸同胞是骨肉相亲 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虽然四十年两岸关系 也历经风雨波折 但交流合作的大潮滚滚向前 不可阻挡 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汪洋谈了三点看法 第一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根本前提是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 汪洋指出 第二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强大动力是 扩大深化经济合作 促进经济融合 今年是大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 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对外开放 台启台胞完全可以 进水楼台先得月 大陆越发展 市场越开放 台启台胞受益就越多 过去是这样 将来更是这样 第三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牢固纽带 是密切人文交流 促进心灵气和 我们欢迎更多台湾同胞 参与到两岸大交流中来 将实施更多汇集 两岸同胞的政策措施 扩大两岸民众的 受益面和获得感 尤其要为两岸基层民众 青年创业就业 提供更多机会 我们坚信 我们坚信 只要两岸同胞 共同努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 一定能够越走越宽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李好龙斌在致辞中说 两岸交流应该开大门 走大陆 今年初大陆出台 关于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 逐步为台湾同胞 在大陆学习 创业就业生活 提供同等待遇 大陆愿意与台湾民众 分享发展机遇 扩大两岸交流 社会基础的做法 非常值得肯定 福建省委书记 于伟国在致辞中表示 福建与台湾地最近 原最深 情最浓 在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共创美好生活中 一直走在前 坐在先 接下来福建也将 一如既往推进 两岸的交流合作 让发展成果 更多的汇集台湾同胞 于伟国宣布 在积极贯彻落实 国家会台措施的基础上 福建省将发布 促进 敏台交流合作66条措施 为台胞在敏学习生活 创业就业 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 让敏台交流合作 更有成效 今年是海峡论坛 举办的第十年 论坛大会上 还播放了 海峡论坛十年计时片 并设置了海峡论坛 十年故事代表人物 发言环节 集中回顾海峡论坛的 十年历程 展示海峡论坛十年的 丰硕成果和感人故事 论坛大会开始前 汪洋会见了出席论坛的 部分两岸嘉宾 和主办单位代表 勉励他们 共担民族大义 共享发展机遇 共促交流合作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贡献更多心力 在今天的海峡论坛大会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在致辞中 就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谈了他的几点看法 包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根本前提 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等 在与会两岸嘉宾中 引发强烈共鸣 不少台湾同胞表示 两岸不仅是一家亲 更是一家人 没有什么心结 不能化解 没有什么裂痕 不能弥合 大会上 汪洋在致辞中强调 两岸同胞是骨肉亲情 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对此出席论坛的台湾女婿 汪小飞感受颇深 她说 自两岸恢复民间交流以来 两岸通婚日渐频繁 而汪洋主席与此番讲话 不仅强调了两岸一家亲 更体现出两岸一家人的理念 我觉得今天倡导了第一点 就是我们两岸不仅是一家亲 而且是一家人 第二点就是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统一 就是实现我们一定要一个什么 叫民族性 对吧 就民族这个东西 在这次海峡论坛里 也被体现出来 被讨论出来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今年二月 大陆出台了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 31条会台措施 汪洋表示 这是为了让台湾同胞 率先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对此不少台湾同胞深表认同 有台湾同胞告诉记者 汪洋关心台湾同胞 在大陆的发展情况 让他们倍感亲切 自从大陆出台 31条会台措施以来 已经有不少台湾同胞 通过不同渠道 了解西近大陆的方式 为深化台湾同胞 对大陆的认知 及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创造了条件 汪洋主席的话 他在这个会晤上面的话 他鼓励我们 就是我们台湾青年 能够来到这边来创业 来就业 那包括我自己个人的话 他也是了解到 我们是台三三代 包括我们自己是 这个两岸婚姻的 这个结果 然后他也是 非常的肯定 我们的这个一个结果 那也鼓励我们说 继续扎根 继续扎根在福建 一起在这一块 卧土上面努力 大陆的各项政策 的推出 包括对台31条 然后像厦门这边 还有特别的60条 都是非常非常友善 然后就是蛮能鼓励 激励台湾人 过来这边发展 然后同样也是 如同主席提到的 就是要在互信 合作的基础上 建立出和平文明的环境 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 是扩大深化经济合作 促进经济融合 汪洋指出 今年是大陆改革开放 40周年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 以更大的力度 推进对外开放 抬起台胞 完全可以 进水楼台先得月 对我们来讲 就像我们在大陆发展 我们自己会更有信心 对于在台湾的这些 还没过来的 岛内的年轻人 或是台湾人来讲 他们知道了 原来有这么多的机会 还有这么明确的方向 而且还有这么好的政策 来自台湾的新党主席 郁慕明 今年以78岁高龄 第十年参与海峡论坛 他有感而发 直言 作为追求祖国统一的工作者 此刻心中自有一把火 郁慕明呼吁两岸中国人 台独就是独 要集合所有力量 把台独打下去 老人的演讲 铿锵有力 两岸嘉宾 也用14次的长时间掌声 表达认同 郁慕明从海字说起 分享他与海峡论坛的 十年情深 他说 海不仅是指两岸一家人 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意味着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因为有海峡论坛 这样强调民间交流的平台 才让两岸相亲 更加充分了解彼此 而郁慕明本人 就是海峡两岸 不断扩大交流的见证人 我那个时候是临时 我父亲决定我去 我们不用申请陆台证 也不需要有台胞证这些 而是买了一张船票 我就可以从基隆 从上海坐船 直接到基隆 那就说明什么 我是见证人 我是两岸直航的见证人 不仅是海运我坐船 我父亲先去 从上海坐飞机去 那也是空运的见证人 因为两岸的交流 才会了解和平的重要 避免战争 郁慕明深情回忆 他在台湾生活了70年 但仍心怀壮志 为两岸奔波 只因心中自有一把尺 眼见台湾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到如今大陆通过改革开放和平崛起 即将追上世界第一强国 郁慕明直言 台湾当局这两年来 无法无天去中国化 告台独 不少台湾人心中自有一把火 我不只代表新的 我代表热爱 两岸和平 我们心中自有一把火 这把火 有点到现到灭 新兴之火 可以燎原 让中华文化 九九四四 传承下去 让我们所追求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在我们有生之年 看得到 回看海字 郁慕明格外感慨 他说四海之内的中国人要清楚 海洋也会有污染 台独就是独 除独物尽 中华儿女要站出来 一起努力把台独打下去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台独就是一个独 它会带来战争 带来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 未来前途的发展的障碍 所以除独物尽 我们不仅是反 而且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要把它斩草除根 要把台独打下来 不管哪个党 不管哪个派系 我们的目标是和平 我们的目标是要有中国崛起 中华儿女站起来 中华民族复兴 谢谢大家 今天下午 海峡论坛首次设立的 两岸基层治理论坛 在厦门举办 全国政协副主席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福建省政协主席崔玉英等 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来自海峡两岸 一百余名基层代表人士 围绕共谋民生福祉 共创美好生活主题 在两岸基层治理论坛上 共序情谊 共化发展 福建省政协平潭综合实验区 工委副主任 平潭县政协副主席卢斌表示 平潭作为全国唯一 对台综合实验区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对于推动两岸 共同家园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于是他们将平潭 台胞居住区的台胞组织起来 引导他们建立社区的管理委员会 并由台胞自主管理自主服务 打造出了一个富有平潭特色的 台湾社团集群 应该是台湾的整个治理经验 是非常有人文气息 而且是很先进的 我们平潭在这块上面 非常需要台湾的先进经验 来跟我们进行融合 来保护我们整个平潭的 一个原生态的乡村 台东县原县长邝立真 则带来了他的治理经验 他说台东是个多元族群的地方 这是台东的底蕴 因此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成为台东治理及经营的重要项目 台东其实是南岛文化园区的一个重镇 那么我们希望透过观光 结合农业 再结合多元的发展 从地方治理的经验 转化成为经营的理念跟做法 据了解 此次两岸基层治理论坛 不仅是海峡论坛自举办以来 首次设立的 也是全国政协首次参与 主办海峡论坛活动 论坛采用一加二加三的形式 即以一个大会主旨发言 两次小组座谈研讨 三场社区交流参访的形式进行 海峡论坛呢 第十个年头呢 我们首次设立这个 两岸基层治理论坛 那么就有利于两岸同胞呢 能够消除误解跟隔阂 进一步呢 增进理解跟共识 我想呢 对于两岸同胞的心灵气和呢 能够起到非常重要和深眼的影响 十年来 海峡论坛每年都吸引上万名 两岸基层民众和各界人士参加 大家共序亲情相情 共谋民生福祉 共元复兴之梦 极大的促进了 两岸同胞的情感交融和心灵气和 具体情况 我们请小楠带来树立 小楠 好的 王刚 海峡论坛 海纳百川 台湾同胞不分 党派 行业 地域 老幼 都可以参与到两岸大交流的进程当中来 第一届海峡论坛涉及经贸 旅游 教育 农业等 二十多个界别和行业 而第二届海峡论坛在此基础上 又增加了十个交流界别 第四届海峡论坛第一次 把两岸不同的民间信仰的公庙代表 汇聚到了一起 第一次举办两岸婚姻家庭论坛 第五届海峡论坛举办两岸公益论坛 敏台同名村镇续缘之旅等活动 第九届海峡论坛恰逢两岸开启民间交流三十周年 高炳寒等两岸交流的亲历者聚焦台海变迁 畅谈新路历程 而大陆新娘卢岳湘说 一到海峡连两岸 进进出出一家人 从前是我们带着姐妹一起来参会 后来就是姐妹们带着家人一起来参会 再来看青年已经成为了海峡论坛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第七届海峡论坛在关注青年服务基层的主题下 出台实施了一批促进敏台交流合作的政策红包 第八届海峡论坛新增乐业两岸创想未来 清创先锋会台湾专业人才对接等活动 助力台湾青年在敏就业创业 第九届海峡论坛新增经典的创意大赛 新青年新世代第七期领袖特训营等等 青春热力十足 努力贴近青年服务青年 而第十届海峡论坛 第十六届海峡青年论坛上 生于1985年的台胞曾子云就告诉记者 台湾年轻人需要把心胸进一步的打开 走出来在大陆找到更大的舞台 而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二月大陆发布了关于促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第十届海峡论坛将推动这些措施 在福建全面落地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各活动主承办单位将在 族谱对接 社区共建 乡镇对接 科技交流 人才引进 项目投资等行业和领域 达成对口签约合作协议 促进论坛的各项交流活动 向合作成果进行转化 让台湾民众更有获得感 全国台起联副会长 时期创联盟加速器执行长林子凯说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向他 咨询相关的政策信息 大家都想来到这里 去寻求共同打拼的伙伴 因为这里有属于台湾年轻人的未来 好的 王刚 以上就是我的书里 再把时间交换给你 好的 谢谢小楠的书里 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两岸新新闻 今天福建省发布了福建省贯彻 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实施意见 共有66条具体措施 为台胞在敏学习生活 创业就业 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 这66条措施聚焦台胞抬起需求 突出先行先事 人才交流 民间往来 分为扩大敏台经贸合作 支持台胞在敏实习就业创业 深化敏台文化交流 方便台胞在敏安居乐业等四大方面 为在敏台湾同胞学习就业创业生活 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 其中许多方面与福建企业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例如 对于在敏从事农业生产的台资企业 同等享受农机购置补贴 在敏台资企业与我省企业同等 适用相关用地政策 台资企业可公平参与我省各级政府采购 台湾同胞来敏就业创业的 按规定同等享受福建居民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在敏台湾人才可享受福建人才同等待遇 在敏台湾同胞与福建居民 享有同等医疗服务待遇 在深化敏台文化交流方面意见中提出 对台湾图书进口业务建立绿色通道 简化进口审批流程 优化办理相关手续 同时在我省台湾同胞聚集区域 设立台湾书店 便立台湾同胞阅读两岸书籍 鼓励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 在我省设立合资企业 从事电影后期制作服务 打造两岸影视产业基地 今天下午 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文创论坛 在厦门开幕 此次论坛历时两天 延续新媒体新青年新发展的主旨精神 为两岸青年进一步深入交流 共同参与创作 搭建发展与合作的舞台 第一次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陈美化 面对众多记者的采访 显得有些腼腆 但当被问到他创作的短视频作品时 这位80后参会者紧张的神经顿时放松 创作初衷也娓娓道来 有老子庙啊 然后看到一些中华的传统文化 因为河南有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的 然后把河南的参访的过程 然后把它集集成一个影片 陈美化的作品 穿越千古发现玉好 与其他17部两岸微电影作品 在296件投稿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本届海峡两岸短视频大赛的奖项 他表示 虽然整个创作过程中 和大陆青年合作的时间只有三天 却获得了难忘的交流体验 作为本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文创论坛 继续秉承新媒体新青年新发展的主旨精神 吸引了像陈美化这样的海峡两岸 600多名媒体行业代表和青年朋友参加 新党主席郁慕明致辞时表示 新媒体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之一 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文创论坛 有了青年人的思维 必然取得新的成就 他期望本届论坛通过海峡两岸创意大赛 青创先锋会等多种形式 让两岸青年能够结成千千万万个团队 共同创作 共同成就 论坛上来自两岸的业界青年代表 做了主旨演讲 对两岸青少年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媒体交流 提出建议 今天下午2018年两岸桥联和平发展论坛 海峡两岸继港澳桥界圆桌峰会在厦门举办 来自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和海外桥界的代表 150多人齐聚一堂 围绕凝聚桥新桥立 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 会上桥界代表们围绕两岸和平发展 积极建言宪策 代表们一致表示坚定维护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 代表们还就如何从桥部工作方面 来缓和目前低迷的两岸关系 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台湾华侨协会总会常务理事郑安国表示 现在正处于两岸关系严峻的时刻 两岸制度化协商机制已经停摆 因此民间团体更应该搭起两岸交流的桥梁 让两岸增加了解 增进情意 让两岸人民从中受益 别走回头路 自2006年来 两岸桥联和平发展论坛已经举办了12次 台湾中华桥联总会理事长郑志毅表示 目前两岸桥联彼此已建立互信共识 未来更要凝聚桥心 团结桥利 为桥界扶植 两岸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今天下午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少年 中华姓氏源流知识竞赛开幕式在厦门举行 本届活动不仅有来自两岸51所学校的参赛选手 和观摩师生参加 还邀请了台湾20个民间社团 225位嘉宾共同参与 这也是该竞赛历届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本次知识竞赛将于明天上午正式拉开帷幕 比赛将分成大学组和中学组分别进行 两组各有8支队伍参加 每支队伍有3位选手 届时来自两岸的16支队伍 共48位选手将围绕中华姓氏文化历史 展开切磋交流 选手们纷纷表示 通过比赛使他们更加了解 中华姓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同时也对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事实 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昭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 血缘亲情和文化认同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非常深厚意义的 我们可以透过祖先的故事 还有他们的历史 然后更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 然后更知道说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做 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对于今天的海峡论坛大会 台湾岛内也相当关注 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苏畅 请他带来驻台观察 苏畅 好的主播 我是项目卫视驻台记者苏畅 在今天的海峡论坛大会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致辞 重申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及反台独的坚定立场 同时表示两岸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 就是促进经济融合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 台胞完全可以进水楼台 先得月等等 他的致辞在台湾岛内 引发了强烈反向 对于汪洋在致辞中提到的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 台胞可以进水楼台 先得月等表述 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 两岸和平发展研究院执行长 林信雄表示 台湾经济发展无法脱离大陆 大陆再度表达高度善意 展现了两岸一家亲的亲情考量 用进水楼台这样一个词啊 是这个当然更能体现这个大陆 跟会台政策的一个具体的落实 然后也体现两岸在血缘上是一家亲 是农得化不开的 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 王群阳认为 大陆不因台湾政局变化 而是有自己努力的既定目标 致力于推动两岸的经济融合 这对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复兴 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把他拉高到这个中华民族经济 也就是说意味着 不管台湾的执政的民进党 不管你是主张台独 或者是说你去中国话 你走得再怎么远呢 在两岸经济上面呢 大陆基本上是按照自己大陆既定的政策 加强和台湾这个民间的这个交流 王群阳指出 因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 导致两岸关系倒退恶化 甚至陷入僵局 大陆表达善意并落实相关会台措施 持续推动两岸民间交流 对两岸关系将产生正面效应 加强和百姓的这个交流呢 的确是可以这个处理 因为民进党所往独的这个方向 去中国这个方向的这一些负面的一些结果 透过民间交流是可以改善的 对于蔡英文当局上台后纵容台独 甚至采取推动文化台独等 渐进式台独动作 林信雄指出 这等于准备把台湾民众逼上了不归路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 大陆重申反台独的坚定立场 可达到以敬效尤的效果 蔡英文他因为他全部都是自在选举 那但是选举又把台湾的这个经济民生搞得民不聊生 所以他只能借由这个美日的力量 来这个跟中国大陆抗衡 实际上历史也证明说像这样一个对抗抗衡 甚至走向台独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杨坤福高雄采访报道 那么今天做客台北演播室的来宾 是台湾中共文化大学教授纽泽勋 刘老师您好 主播各位大家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今天在海峡论坛大会的重要讲话中 就让按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前提 强大动力和牢固纽带谈了谈的看法 那么牛老师对于岛内各界来说 汪洋的讲话透露了哪些讯息 是我觉得大概有透露几个层面的一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来讲的话 其实汪洋对于这整个的一个 两岸民间的一个交流 其实是抱有非常深切的一种期待的 意思也就是说 透过这整个十年的一个海峡论坛 所构筑的一个成果来讲的话 对于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前景 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是非常期待的 而且是抱持有正面的一个看法跟期待 从讯息里面 他又透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经济这样的一个脉络 他也认为就是说 藉由大陆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 这样的一个势头 其实完全可以对台湾的一个经济瓶颈 注入相当程度的一个源头活水 是的 而汪洋也指出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大陆将以此为契机 以更大的力度来推动改革开放 台胞完全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刘老师 台湾同胞如今参与大陆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进程 相较以往会有哪些新的契机和新的便利呢 是 因为现今大陆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 这在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面向上面 已经拉高到相当程度的一种水平 从福建省来说的话 他现今就即将提出这整个66项敏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项目 这些项目呢更能够去落实这整个会台三十一项措施的一种实际的一种落实的一种层面 那对于台胞也好 对于台生也好 对于台青也好 或者是对于台商也好 其实我觉得都有相当程度的一种利好 感谢您老师 那么台北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把时间交还给相门业博士 好的 谢谢苏畅从台湾带来的观察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两岸新新闻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